小表辈们,晚上好,收脑时间开始,交代卷的小表辈们,可以围观一下评论吗? 真相帝往往就隐藏在其中,夜内不少新人出道后,团队方面都会给他们选择一些快速上位的捷径。 前年有个超火爆的影视剧,就带出了一位新人,小花长相柔美,很适合古装作品的戏录。 团队当时给小花选了几个发展路线,其中一个就是捆绑流量艺人来上位,小花自己也没啥主角,于是就在团队的安排下和流量艺人合作,并借机炒作了不少通稿。 其中还有一些故意放出去的恋情绯闻,其实都是假的消息,但是房间就越团越逛。 团队那边为了能博得更多人的关注,还让工作室员工故意守华,给传播两人绯闻的微博点个赞。 果不其然,小花很快因此生了热搜,并借机拿下了不少影视资源。 可惜,小花演技不够出此,长相柔美,但是过于寡淡,很难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。 于是慢慢就过气了,现在能接到一些影视剧,但网剧居多,其他的大制作中也多是配角。 仪泰,三小只粉丝又开丝了,丝经纪公司,另外王俊凯和一样千玺,两家也互丝的厉害。 最近刚好是三小只在扮演唱会,部分粉丝因舞台服装赞助商问题开丝时代风俊。 为这,时代风俊还特意发声明澄清了一下,趁TFS周年服装,都是根据歌曲舞台自主设计的。 也得到了王俊凯、王源,一样千玺三家工作室的确认,没有任何品牌插手,至于王俊凯和一样千玺,完全是因为一个截图,被过分揣测引起来的。 三人各有各的发展,私下关系也很好,并没有违反想的那样勾心斗角。 王俊凯新剧马上就要上了,最顶还拿到了一个洗发水的代言。 一态一态,吴宗宪真的不让儿子再出道那么就目前的情况来看,吴宗宪是要保护儿子吴瑞轩,让其在人前消失一段时间了。 前天,吴瑞轩被传唤出庭,当今认错态度很诚恳,表示对自己做出的错误示范很后悔,并且答应检察官会写回过书。 现在,检方那边给吴瑞轩还,起诉一年的处分,同时要缴了五十万台币的罚金,在退圈发布会后的采访环节。 吴宗宪父子还闹出了个笑话,当时记者提问吴宗宪,儿子学校那边会不会受影响,吴宗宪趁谁会关切这种鸟事? Who cares?迂法有错,让吴瑞轩忍不住,插了一句嘴,加个S,吴宗宪听到立马改正。 Who cares?一态一态,有卢文杰的消息吗? 当初合一门演得很不错,可后来就没见有别的作品了,是退圈那么卢文杰,并没有退出娱乐圈,还在圈内滑水的。 他的资源很差,一年所拍戏的数量基本上和一线大咖是一样的了,但是质量都很差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